6月4号 捷克爆发自1989年天格隆革命 推翻共产党铁幕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民抗争 与12万人涌入首都布拉格街头 抗议现任总理巴黎斯 涉嫌占领欧盟产业补助款 违反利益回避原则 与任内暗地操控 名下财团Argofar无荡能力 组织抗疫的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 捷克分部主任欧德拉契卡在舞台上 呼吁巴比斯也再把欧盟当作自动机关机 今天我们将来到达巴比斯 我们将来到达巴比斯 我们将来到达巴比斯 因为我们有钱 谢谢 巴比斯64岁 捷克第二大富豪 财产出估40亿美元 成立的Argofar集团 从农产食品起家 之后迅速扩张 涉及能源 媒体等 业务遍布18国 子公司250多家 在捷克乃至全欧洲都为举逐轻重 2011年起 涉逐政坛 隔年以反贪拼经济为口号 成立式的2011党 2017年 捷克国会大选 该党在欧洲反移民的排外风潮中 要回国会第一大党 巴比斯趁势登上总理宝座 巴比斯最大争议是被指控 透过关系企业 在2007年 成立空壳公司 在布拉格近郊 新建大型度假村 多年来 向欧盟申请 鼓励中小企业的补助款 但Argofar为大型跨国企业 不符合申请资格 纵使巴比斯始终强调 上任总理后 已把Argofar交付信托 不可能指挥集团诈理 接受Euronews访问时 他依旧态度坚定 直到今年4月 杰克警方就此案完成调查 建议司法部以诈领罪 起诉巴比斯 但无党派司法部长 无预警辞职 巴比斯安插同党亲信继任 杰克的司法独立性 政商勾结问题 自此引爆庞大民怨 捷克民众自4月以来 发动过次示威 参与人数从两周前近5万人 暴增至4号的12万人 导火线是5月底 对外泄漏的欧盟审计报告 直指巴比斯是集团 信托基金唯一受益者 因此仍能从中获利 并认定应归还欧盟 给予该公司的所有补贴 并追回今年度波古杰克的1750万欧元 特别资助款 巴比斯在接受国会质询时 反驳欧盟一切指控 The audit is very questionable 想起共产主义 来自民间与欧盟的双重压力 是否会令这位CEO总理辞职下台 全欧洲都在密切关注